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经典网工课程 虽然说我的VIP里面都是一些高端的课 但是每年我还是想讲一些 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 受众面会更广的这种课程 毕竟我也想拉一点新人 毕竟新人还是会更多一些 虽然说我的粉丝很多可能都是老网工 好吧 但是我也想一些新人能够认识我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讲一些 能够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大家都喜欢的这种经典的网工课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最经典的当然就是去年的 就是刚才他们让我送的 TCPIP2022 我认为只要你在玩网络 我可不是说网工 好吧 甚至你们就算是玩Linux的 或者说你们玩系统的 你们只要是有网络存在的 我觉得都可以去考虑 去了解一下 学习一下我的TCPIP2022 你要说我讲了这么多课 哪一个是最牛的 好吧 最家箱底的 最经典的 就是TCPIP2022了 好吧 所以说我讲过17版 还有我讲过14版 还有讲过更大的版本 我TCPIP几乎就讲了20点 好吧 从我入行开始就一直在研究 TCPIP就一直在讲 一版一版的 一版一版的讲 这个课 包含包含包含 我今天讲的就是VIP课 就VIP里面都 VIP就是教主 VIP就是我 教主讲的所有课都 听 好吧 所以说 既然都写在这儿 主讲的 接着名叫教主 那你一定可以听 好吧 好吧 我认为真的是 只要你是干这行的 我建议你都可以 学习一下我的TCPIP 好吧 但是我建议你 还是有一点点基础 会比较好 因为我的TCPIP 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 好吧 这是讲DNS的一个拓扑 讲DNS 讲DNS 我就搭了这么上面 一个大拓扑 下面这个部分呢 讲普通TCPIP 上面就是DNS 就这么复杂 好吧 这是我画的一些图 而且你们可以 如果感兴趣 可以听一下 我的B站的事情 怎么突然一下 人又回来了 是要送东西 人又回来了 我天 看着我看着 把死了 现在怎么又回来 100多 好 TCPIP TCPIP 我会讲的非常的细 不夸张的 给解释一下 ARP 我讲了两个多小时 就讲 ARP讲了两个多小时 DHS 我记得也讲了两个多小时 好吧 基本上讲了 ISMP就基本上讲了一天 就ISMP讲了三个多小时 好吧 讲得非常非常细 我认为做一个网工 最重要的知识就是TCPIP 好吧 而且是通用的 你说的任何产品 你不用TCPIP 而且我认为你要能把网络 你要说你把排错能力要提升 你要提升你的排错能力 最重要的就要理解底层协议的工作原理 好吧 如果说你底层原理的工作原理都搞不懂 你就会一些什么路由协议 你想排错你自己觉得你说的这个话你自己信吗 好吧 所以说TCPIP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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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好吧 就不必 然后你看我会讲的比较细 就是一个分片 一个分片的讲解 我会各种图例 各种图例 每一跳 就是每一跳 我都会给你来就抓包 然后每一跳的抓包都给你贴出来 然后重点全部给你图解 每一跳 的每一个细节 都会图解 好吧 绝对是我最 最 就是我最用心的 因为去年我花了三个多月的 四个多月 基本上我就立即拉拉 我讲差不多三四个月啊 讲这个TCPIP的课 好吧 这是一个 就这样吧 这是 你看就是 一个DHCC的第一个包的request 这就是一个全图 好吧 每一个都抓包 每一个细节都讲 好吧 这是讲DHCC中继的 一个MSS 我记得就有 就举了一个特别大的案例 来讲 为什么我们要去调整MSS 在什么场景 什么时期去调整MSS 可能会如果不调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来介绍 好吧 就说比如说要调整 调整了之后 调整了之前 然后呢 它的一些变化和比较 这里有抓包来解释 都会有实验 就是不是简单的抓包 我的那个拓谱里面 这些实验都是能够直接干出来的 好吧 然后呢 能够真正给你抓包 然后给你去 你干出来这个包 然后抓着这个包 然后再分析这个包 全部都能够 抓包都留给大家的 好吧 好 这是一个 好还有一个 TCPIP部分 还包含一个 世界上最牛逼的协议 好吧 单独拉出来 HTTP 对刚才那个TCPIP的TCPIP部分 对呀 TCPIP2022的这个 TCPIP 就是这个部分 前面第一部分 就是TCPIP2022的TCPIP协议部分 就讲了六到七天 好吧 然后呢 还没就就讲六到七天都没讲 HTTP HTTP 我单独拎出来 叫做TCPIP2022的HTTP协议部分 这个讲了 三天 HTTP HTTP 是所有协议当中 最重要的协议 好吧 如果说你不会 HTTP 基本上就瞎了 好吧 我给讲你如果说要玩应用交付 我们今天有个部分叫应用交付负载军行 好吧 或者说你在云端或者说你要玩一些 自动化 要玩一些开发 HTTP协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好吧 如果说你不懂HTTP 就瞎了 好吧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 没有之一就是HTTP最重要 好吧 的协议 所以说你值得花两到三天的时间 听我从头到尾给你捋一遍 然后把实验全部做一遍 好吧 OK HTTP 因为这个课甚至 这个课甚至 就是我要求我的 Python自动化运维的学员也要学 就是这是一个必学 这么讲 HTTP协议 必学 好吧 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协议 难道你不学吗 是吧 因为现在你要想想 当年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私有协议 比如说像 QQ 的协议 对吧 很多厂商都用自己的私有协议 但是现在 慢慢的 几乎 都没有私有协议 现在几乎 就只有HTTP了 没有问题吧 以前还有私有协议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是 HTTP 就这么重要 好吧 一点不夸张 就是最牛逼的协议 最重要的协议 所以说 值得去 深入的去理解 好吧 我也讲各种术语 包含攻击 一些东西 我也都会讲 反而我懂的 全部都给你讲了 好吧 每一个 字段 这个抓包 全部都会讲 然后呢 为什么 我会讲 为什么要 讲要介绍 HTTP头部 因为我们在负载均衡里面 我们应用交付里面 就会通过头部来做很多款的控制 包括你看一些 Python代码的控制 我都会在里面 简单给你说一下 好吧 这个反正的东西多了 还会介绍一些 安全的攻击 还有那个版本 版本 1 2 3 都会介绍 现在HTTP有三点几 注意啊 有3.0的版本 HTTP有3.0的版本 OK 0.9 1.0 1.12 3 HTTP有3.0版本 不知道 知不知道 好吧 对 特别是应用交付负载均衡 如果说你不懂 HTTP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把负载均衡给非明白了 好吧 还有一个 去年讲的 IPv6 因为以前没有讲IPv6 这是单独化了 这是一天 这一天的隔三个多小时 好吧 我把IPv6的 主要是讲协议部分 可能有些是讲配置 我并不讲那些配置 主要是讲协议 比如说讲这个IPv6分片 IPv的ND协议 还有一些实战 比如说SEND Net64 DNS64 DHCP v6 IPsec v6 也会有些实验 下面是实验 上面是理论 一天三个小时 然后把IPv6的 也会有一个专门的拓谱 在拓谱里面全IPv6 然后会把IPv6的理论包结构 这个字段 OK每一个字段 甚至连Python代码都会 因为我Python就讲这个 好吧 Python代码怎么去实现IPv6的一些攻击这些东西都会去 都会去讲 好吧 比较 还会有些配置 抓包 OK前面讲了三个了三个了继续 TCPIP2022那明显是去年的 好吧当然 TCPIP这东西没有必要连连更新基本上我五连更新一次基本上 五连更新 TCPIP 你想想啊 我上一版是2017 然后2025连更新 是以前我承诺是三连更新 后来是五连好吧 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也不确定 因为我认为2022就比较完美了 好吧 OK 今年 今年我做到了两个 入门课 一个是 IT基础架构工程师的综合入门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的VIP有些时候过于高端 然后呢有些加入到VIP的这些学员他们认为学习起来会 比较有难度 因为 过于高端 好吧有些概念 因为我现在VIP的设计 基本上就按照我的想法拉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把所有的工作都上了 难度会比较大 所以说呢我今年想的就是说 能不能搞一个 入门课 把那个VIP和 VIP和自动化运维 注意啊 VIP和自动化运维 都做一个入门课 入门课 今天不讲自动化运维 自动化运维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块 我们都是单独在聊今天只讲VIP 这个就是专专门去做了一个课 来IT基础加工人综合入门 这里面和我一起讲的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介绍拓谱看拓谱 依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拓谱图 OK 左面很明显是 虚拟化 右面很明显是容器化 然后呢左面是一个 传统防守墙 右面是下一代防守墙 右面还有应用交付 好吧 这里面的还有自动化运维都有 那么我讲我会花了你看我会 这是入门 并没有很 复杂 好吧 我就希望能把东西讲的稍微 简单一点 然后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然后有了点基本概念之后呢 后面听我的VIP会更加方便 注意今天我讲的叫 今天就是就是在给你过为教主VIP的课 所以说他肯定在里面的 而且在随便什么叫教主VIP 只要我开口讲的课都是教主VIP 好吧 就这个意思啊 就说你不要问我这个你们VIP论论学就是我开口讲的 都都是这些课都是我讲的好吧 第一天呢应该会介绍 就是把那个刚才那个环境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去出手啊 IP地址啊 路由啊 防火墙啊 这里面是讲的 下一次如果在这个可能会反复讲可能我下一次我跟里面再调换一下 第二天呢李宾老师讲的虚体化 讲的最简单的最虚体化我后面有政客好吧 但是这是一个简单的简单的入门简单的让他上上手 比如怎么装ESI啊装VCenter啊什么叫共享存储啊 VSphere的共享存储怎么连接啊 VSphere的简单的网络啊 VSphere网管啊和这个 高可用性就是 这是个简单的入门 就什么东西 VIC里面那些深度讲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 哇这个实验环境是 IT就这样 而且是有 是有三套的 对三套实验台这个实验台比较多 好吧 OK 最终是这么一个 拓户 好吧 今年年初这个这个客卖多少钱1600还是1800的 就是这个可以单独报名的好吧 好然后呢 这个讲完之后就是轮到我 我开始第三 第三部分啊 讲F5的应用交付 虽然说F5有政客 那个会比较的复杂 好吧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F5应用交付呢我来给你简单点的简单的入门一下什么叫应用交付啊什么叫负载均衡啊简单做个负载均衡啊简单做个S做卸载啊 OK 简单的 我觉得 通过一天 来把概念给他过一过 让他有点基本概念 为什么我认为 为什么要 今天今天要讲这个课首先是为了我的VIC的这个 入门还有一点的就是今年GDP出来之后我认为我需要给大家来一个 就是GDP的话其实更重要的你需要有概念 有了概念之后呢其实你这有概念你知道怎么去跟他去沟通的话其实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就想说我要做一个这种 铺基础概念的这么一个东西好吧 好然后呢紧接着容器容器讲了容器比较比较复杂容器讲了三天 我叫什么叫容器技术容器技术为什么要用容器技术为什么容器技术这么牛逼啊为什么去的话就不行 会讲Docker Docker入门 会有K8S会把K8S简单实验都会给大家走一遍三天 好吧 这话用为 两天 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这个这话用为了不涉及到Python 因为Python入个门可不是就一两天可以搞定的 好吧 那这个需要我会都讲开源自动化工具 我会讲Ansible 我会讲监控的 Telegraph InfraDB 和Graphana的解决方案 会讲EFK的日志分析的解决方案 会讲Litebox的 这个 这个自动化工具 好吧这个我认为非常有用的非常实战的一些自动化工具 两天给大家过一遍 而且 绝对都是给大家一个 不是要注意我绝对不是没事给你讲理论的 我肯定给你一个真实有效的能够把实验效果都跑出来的 这么一个东西好吧 而且会给你提供一个 环境 OK 然后第 六个部分我会给你介绍一下AWS 公有云 好吧 阿里云入门呢也是李斌老师来讲的 但AWS我讲 AWS 刚刚刚有哥们还不知道啊 这个世界最牛逼的公有云 好吧 最牛的 这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 刚才我说PALOTO最牛的 我觉得也应该没有疑问 好吧 我说AWS最牛 谁不服 AWS最牛好吧 AWS最 复杂也是比较难上手的 好吧 我给大家介绍AWS 我觉得你了解AWS之后再看见其他云就是 就是叫其他云 好吧 AWS就叫AWS 其他叫其他云 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好吧 会觉得AWS概念 它的网络的计算 它的存储 你要知道 云计算其实是另外一种玩法 其实有些人 到现在为止都认为云计算只是把传统 IT搬到云端其实不是这样的 AWS 公有云有公有云独特的特点 公有云有公有云独特的 玩法 好吧 我觉得要了解 新的玩法更重要 PS防我墙 AWS 公有云 这两个没有什么可比的 好吧 这个 没有什么可比的 好吧 好然后呢 李斌老师呢 也应该最后会把SaaS GTNA SD1的接触也会给大家走一遍 过一遍这是第7个部分 这就是IT基础教育工程师 把我VIP的主要的 技术大框架在这么 10天 30个小时见面基本上啊 给大家过一遍 好吧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课了啊 好还有一个这是讲的第4个课了第5个课好吧 今天啊今年我们 今年我才讲完应该是一个月 内吧才讲完呢就是 EICCNA 我时隔三年 又回来讲这个 CCNA 好吧 这个课我讲的非常认真 我讲了10天 好吧 这个是完全 适合于新手 小白 从民入门了 好吧 但是 有我的风格 来讲的课 好吧 完全是有我的风格 你看啊 全图解 当然大拓谱 我居然忘了提供了 就是 我也依然是一个大拓谱 我通过这个实验把整个就是我最后就是给大家大拓谱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我要讲这个CCNA的课 因为我认为这个市面上没有我这样的课 好吧我一定要把这个拓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拓谱 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定要展示一下 虽然说他这个CCNA但是我觉得你是CCIE 也可以 大概听 我填这个 也可以大概 学一学 好吧 就是因为在这个市面上没有像我这个课 就是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交换机入手一点一点的来处处话 然后呢把整个拓谱全部处处好包含上互联网之类的 你要知道而且在这个网络里面有服务器 有互联网 等等等等的 你要知道你现在能够学到的入门课 绝对 是一个不真实的网络 你想想你学的入门课里面 是一个完整的大环境吗 有服务器吗 有http吗 有DNS吗 有互联网吗 我相信你学的入门课是没有的 好吧 我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讲这么一个入门课 那 今年给了我这个机会啊 其实以前也讲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入门课但是时隔两三年我从头再捋了一遍 好吧 然后呢 从头到尾 对我我等我讲了 刚才说点够15000 现在够了吗 马上我讲我我我我等 他们来啊今天今天可能有点久啊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环境讲一遍然后呢 以前我是讲谷歌 但是现在既讲 我会讲诗科资源就怎么查诗科资源怎么查诗科网站怎么查诗科文档 怎么谷歌搜索谷歌搜索有什么特点 如何跟GDP聊天 GDP能够如何帮助道理 我会在整个课程为一个新手展现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内容好吧 OK 好这是EICCNA 当然你会发现 整个全几乎是全图解 我基本上每一次都会 全部图解 希望能够做一个入门学生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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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了解内部的结构 好吧 PK2023 才讲的啊 也是上一门 教主VIP的课 证书 因为这两年我认为我接触到更多的一个基础知识 更多更多的证书相关的东西 很多学员其实并不了解证书的理论也并不了解证书的基本的操作 好吧 那么 这一次我来了一个一勺会 我把所有能够讲到的 包含PK的理论 包含 三大证书服务器 包含公有云的证书的申请 然后网络的PK的各种实验 还有自动化运维里面能遇到的各种证书的实验 全部一勺会 好吧 我认为你只要现在还敢做项目 或者现在你要玩自动化运维 我相信你就必须要学我这门课 好吧 否则的话 没有证书的世界 不是当前的世界 你一定搞不定现在新的项目 好吧 所以呢 我今年专门设计了一个PK的课 能把我这几年能够遇到的各种的场景 各种的奇葩操作 全部都给大家介绍一遍 好吧 好 这也是专门PK 有一个专门的大拓谱 好吧 PK 你基本上这个图解 好吧 最后一个 还有 还有 最后一个 PK你看全部图解 OK 而且里面有好几个比较复杂的实验 好吧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本周五 周六 上的课全硬件数据中心超级实战好吧 那么 这个课的特点是全硬件 因为 我这么多年讲的基本上都是软件的 没有太多硬件 这一次全套硬件设备 好吧 前段时间才录了一个录像就是拉手机录的 可能最近还要重录一下 因为上次好 找这个角度找得不太好好吧 我会有VIP权重新再录一遍好吧 全部硬件 全部硬件接线 包含选 包含比如说有40G的有10G的 包含光模块怎么插 光模块怎么选配 硬件怎么接 而且全部丛林从console口出始化做起 丛林给搭建一个 拥有VSphere 拥有四颗超红核 拥有四颗服务器 拥有四颗降温机 拥有防火墙 拥有三式网科应用交付的 全套实验环境 全硬件出始化 OK 那么我们周五会开始这门课程 周五周六基本上两天因为 我只是把整个环境拉通走一遍就可以了 我不会讲很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重点关注的是硬件的连接硬件的选行硬件的出始化 和真实场景的一些操作 好吧 技术呢 我会全套也走一遍 我会给你整走到哪呢 包含要把防火墙配了 要把应用交付配了 我甚至还会拉一个K8S集群 把一个我自己写的一个K8S的一个微服务的 集群拉起来 然后呢 再用应用交付给你们 最终交付出来 让外部的客户能够访问到我们的微服务 整个全部 从console口出始化开始来讲 好吧 OK 这就是我的这个周五 周五 本周五我们的课 本周五我们的课 好吧 OK 那么我这就 讲完 我们再让张总再回来 讲一会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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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